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中国纸牌游戏灌蛋是如何被政治化的 最近,北京青年报指责这款游戏助长了官员腐败 这一指控揭示了游戏如何被用来建立危险的社交关系和小圈子 尽管灌蛋本质上不涉及赌博或金钱 但其在官员和商人之间的流行却引发了党内的担忧 此外,我们还将讨论美国将一家中国激光制造商 移出五角大楼黑名单的决定 以及中国视频游戏市场的最新动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本期特别节目深入探索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主题是中国纸牌游戏灌蛋如何被政治化 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以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这篇报道来源于外交政策杂志 是对中国国内近期一系列政治与社会现象的分析和评论 文章首先谈到的是中国首都一家主要报纸 北京青年报最近对一种流行的纸牌游戏灌蛋发起了猛烈的批评 指责官员通过玩这款游戏懈怠 谋取私利和建立腐败关系 这篇报道揭示了中国社会中的一个有趣现象 看似简单的娱乐活动如何被赋予政治意义 并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 灌蛋起源于1960年代的江苏省 作为另一款游戏的衍生品 一直以来被视为一种无害的娱乐方式 并且在2014年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尤其是在2023年春晚之后 灌蛋的人气飙升 现在在全国估计有1.4亿玩家 与其他形式的赌博不同 灌蛋本质上不涉及金钱 而是一种需要大量计算和策略的抓牌游戏 然而尽管它的初衷是纯娱乐 其社交功能却逐渐显现出来 特别是在官场和商界成为建立关系的一种工具 为何灌蛋突然成为批判的焦点呢 在过去的一年里 这款游戏在中国官员和商人中广泛流行 用于建立关系和网络 这种社交行为往往与腐败密切相关 灌蛋在中国金融专业人士中享有 如同华尔街的骗子扑克般的地位 而这些金融专业人士 正好是中共关注的对象之一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为 党内派系是最大的威胁之一 因此定期打击所谓的小圈子并不显见 北京青年报的文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谴责灌蛋创造了帮派 小圈子和其他相关的风险 这种批判并非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此前 高尔夫等消遣活动也曾被指责助长腐败 然而 像任何组织一样 中共也需要非正式的社交关系来运作 尤其是在保密文化浓厚 不愿通过正式渠道分享信息的环境下 从2004年以来 党内一直试图引入透明文化以对抗不透明性 但实践中保密的习惯根深蒂固 非正式政治往往比正式政治更为重要 文章还提到前领导人邓小平的例子 他通过打牌建立了广泛的网络 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面临正式谴责时 也能依靠这些网络重新崛起 邓小平在1990年代的民意退休期间 仍然通过这些关系控制着中国 而他唯一保留的正式头衔 是中国侨牌协会主席 正如政治学家宋文在上周提到的 灌诞禁令是将中国经济 不景气和治理不善的责任 推给个别官员的一部分 而不是领导层的失败 目前尚不清楚 中国最高领导层对灌诞的具体立场 虽然北京青年报是一家重要的媒体 但并非最高层级的媒体 尽管今年1月新京报 对灌诞的早期攻击无果而终 一些地方报纸已经反击 但最大的媒体尚未发声 然而 有报道称内部已经发出禁令 并有人分享了一张所谓的表格 要求官员报告通过游戏 形成的任何小圈子 从多个角度来看 这篇报道揭示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 首先 从社会角度来看 灌诞作为一种娱乐活动 体现了中国人对社交和娱乐的需求 这种需求在官场中表现为建立关系和网络的工具 而在普通民众中则是消遣和放松的方式 从政治角度来看 中共对灌诞的攻击反映了其对内部权力斗争和腐败的担忧 党内派系和小圈子被视为威胁 特别是在经济下滑核治里挑战的背景下 这种情况下 任何形式的非正式社交网络都可能被政治化 成为整顿和打击的目标 此外 这篇报道还让我们思考 透明和保密之间的张力 尽管党内一直强调透明 但保密文化根深蒂固 这种矛盾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非正式关系有时比正式渠道更为有效 但也充满了风险 最后 这篇文章还提到其他国际热点 如美国撤销对中国激光制造商合赛的黑名单决定 以及中俄之间银行业务因制裁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些事件表明 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在当前国际环境中都处于动荡之中 与此同时 中国的视频游戏市场和电动汽车市场也在迅速发展 展示了中国在全球科技和娱乐产业中的影响力 通过这篇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一种看似简单的纸牌游戏 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交和政治意义 反映了中国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变化 在未来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些变化 并带来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解读 感谢收看本期特别节目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了解更多关于中国及世界的重要新闻和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看似为不足道 却被高度政治化的问题 灌弹 一个流行的纸牌游戏竟然 被指责成了官员腐败的工具 这未免有些荒唐 灌弹的本质是一个不涉及金钱的策略游戏 与其追求娱乐和脑力锻炼的初衷完全无关 试想 如果连这样的游戏也被贴上腐败标签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责怪足球 让官员变得懈怠呢 楚天书 你这个比喻有点过于简单了 灌弹在中国的官员圈子里 确实被用来建立某些不正当的社交关系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了 你看 邓小平当年不也是通过打桥牌 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网络吗 这种非正式的社交活动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 那么未来的腐败问题可能会更严重 谢琪琪 你这么说公平吗 邓小平打桥牌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而灌弹毕竟只是个游戏 你不能因为有人用它来建立关系 就全盘否定它的价值 再说了 灌弹需要大量计算和策略 这对提升智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都是有益处的 难道我们要把所有能促进社交的活动 都禁止了吗 那么 下一步是不是连微信也要进了 楚天书 你这是在偷换概念 微信是一个通讯工具 而灌弹则是被特定群体用来进行利益交换的工具 这是两回事 你说灌弹能提升智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但问题是 官员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更多的是在建立利益网络 而不是在提升智力 如果我们不对这种行为进行限制 那么党内的腐败只会变得更加隐蔽 很难以察觉 谢七七 你的观点有些阴谋论的味道 我们不应该因为少数官员的不当行为 就否定一个游戏的整体价值 灌弹在全国有1.4亿玩家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市民 他们只是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和社交 而且 中共一直在强调透明和反腐 如果真的存在问题 应该通过制度和法律来解决 而不是禁止一个游戏 楚天书 你这样说有点理想话了 现实是 灌弹已经被部分官员用来进行腐败活动 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变得无法收拾 才去解决 历史上 很多娱乐活动都曾被污名化 像高尔夫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本身有问题 而是他们被用来进行不正当的行为 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些行为的警惕和控制 而不是对游戏本身的全盘否定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